刚刚讲数据分析工作案例的PPT 实际上是将数据分析工作的所有流程 比较完整记录下来的一个分析文档 基于这个文档 我们做一些简化和微调 分析师就可以生成一个 可以直接呈现给业务团队的项目分析报告 假设我们在会议中将会有10分钟的报告时间 那么接下来的PPT 就是我们这10分钟所报告的内容 我们一起将所有内容过一下 分析报告的第一页是介绍分析背景 会议中的与会人员对项目的理解程度会很不一样 有些人甚至会不知道这个项目的存在 有些人脑海中有多个类似的项目 依然需要知道你分析的到底是哪一个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通过介绍背景 明确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现在的案例 我们可以通过这段话介绍一下 某月某日 我们随机对北京市主要的四个城区用户进行了调研 具体调研方式是对我们的公司的服务给出一个满意分数 同时调研同事也搜集到了受访用户的年龄 月收入等信息 数据分析师工作的基础是数据 所以我们还要和听众明确一下自己所用的数据 通过数据来源生成方式和数据的具体信息量 我们和听众之间对问题的认识程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对齐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分析的基础是两个表格 它们各含各一百条数据 由公司员工随机采访产生 总共是对应的是一百名受访者 其中满意分数是0到10之间的整数 9到10分数的受访者被我们视为品牌的推荐者 另外表格不同页的名称也在截图中可以一眼看到 接下来就可以直接预览一下分析的问题 在一开始给所有听众一个适当的预期 接下来就可以直接预览一下分析的所有问题 好在一开始给所有的听众一个适当的预期 在这里面我们分析了三个问题 问题一是分析用户成为推荐者的主要影响因素 问题二我们对用户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画像 问题三呢 我们研究了收取押金是否会影响用户满意分数 于是我们开始了分析问题一的结果呈现 在这里我们尽量使用简单明白的方式呈现得到的所有结论 因为主要听众并不是数据团队的人 我们要避免数据分析技术术语的使用 在图表展示的时候也尽量做到简单易懂 这两个表格第一个是决策数分析的产出 它按照年龄分组出四类用户 我们同时标注出不同类用户的人群占比和推荐者的比例 第二个表格呢是线性回归分析的产出 我们将对分数提升影响最大的变量用红色的字体标注出来 在介绍完表格信息后 听众也许会有自己的见解 但是在这里分析师依然有责任总结自己通过分析产生的洞见 以方便业务同事参考 在用户画像分析呈现部分 我们依然使用了图表和总结文字来介绍分析的产出 最后一个分析实际上是一个AB测试分析 我们首先可以明确结论 基于此次假设检验 我们无法证明收取押金对用户的满意分数产生显著的影响 接着呢我们可以通过做图的方式辅助说明我们的结论 好到此为止我们完成了分析呈现的报告 在整个过程中 与会者呢随时可能会问出各类问题 有的是关于项目的 有的可能是关于分析方法或者细节的 分析师在做报告的时候 应该将之前的数据分析文档随时放在手边 方便快速回答这些细节问题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刚刚三个分析问题结果呈现时 所使用的结构模块 头两个问题我们在呈现的时候 一方面展示了简单易懂的图表 接着呢基于图表信息 分析师对相关洞见进行了总结 最后一个AP测试的分析问题 我们则在一开始直接明确分析结论 接着使用做图辅助的说明一下结论 加深听众的理解 在进行分析结论会能编呈现的时候 同学可以参照这个简单的结构 向听众呈现自己的结论 在这些结论会能够取得更多的一段时间